我重新做一次 我把 連續圖檔叫進來 記得在這邊資料夾 整理好丟進來 OK進來了之後呢 我有這個連續圖檔的 以它為基礎產生一個合成丟到下面 OK現在就有叫P的進來了 它的時間長度 影像大小就跟我的連續圖檔一樣 現在我重新命名 按下 然後這是亮的雲 接著我按下Ctrl加D 佈置一份 我把它變成暗的雲 記得喔不是 直接點兩下 暗的雲我把它放在下面 那現在我先把雲的動畫做完 亮的雲我關掉 針對它我做透明度的變化 但是我不是一開始要做 所以我往後退 到三秒鐘的時候 我的透明度 開始準備變暗 經過兩秒鐘的時間 把它變到這樣 OK前面有一段 完整的 後面慢慢變暗 亮的雲按的雲做好了 我現在呢 再來把我們Logo帶進來 我就把Logo第一張拿進來 遮罩拿進來 那各位記得我們在這邊 這兩張圖片要設成一樣大 因為一樣大的時候我們後面要做對齊 比較容易對 現在我要把這兩個Logo對在一起 所以我就找到看你們要以誰為主 我說我先把Logo遮罩放下面 如果我要以Logo的為主 我就把它位置這裡 Ctrl加C 把它貼到我們 遮罩的位置 Ctrl加V貼上去 這樣兩個位置就剛剛 那麼做好之後我們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遮罩 對不對 那遮罩呢 一開始可能你這邊沒看到的話 記得 可以從下面這裡 切換一下 變到這個就是 那後面這個是遮罩 前面這個 叫做滾色模式 我們今天就先不介紹 那我現在要遮住的 是用 Logo的遮罩片去遮住亮的雲 所以我要從 亮的雲下手 去選擇 它的遮罩是它上一層 那我借用它的透明度 這樣子 你就可以拉時間走到後面 確認一下 有沒有就在上面 接著 我們要做Logo的動畫 那因為呢我必須要把他們兩個先連在一起 不然會跑掉 所以 我就利用 這個 把遮瑟片 先連結到我們Logo裡面去 這樣兩個就會連結了 那我再針對這一個 我就做位置 和縮棒 所以我先來看一下 位置 先拉動 確認好 等到他準備要變暗了 好 我就位置 縮爆 一起按下去 拉到後面這裡 上來 再縮小 這樣我的動畫就完成了 這樣 有沒有簡單五分鐘做完 這個是 快盤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所以 你自己 感覺一下 就是你觀念要先懂 那後面 我們在做的時候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好 來個用 好嗎 好嗎 好嗎